默示录的第二章 现在我们再看看第二个教会 就是史米纳教会 史米纳教会 它称为亚洲的冠冕 德法所教会行先 而第二封信的教会称为 史米纳教会 它是一个商业的城市 我们发现一样非常有趣 而且有意义的事实 就是药物很审慎 和有智慧地写下了它从复活基督所领受的信息 是什么呢? 基督说我曾经死过 现在复活 正是回响 史米纳本身所经历的 是由一个死的城 然后又复活过来 刚才我们看到史米纳这个城市 是很忠于罗马的 有事实记载 当罗马兵受难饥饿的时候 史米纳的群众竟然摸了他们的衣服 是被罗马兵着 史米纳的人 亦都建立了 罗马女神庙 来供奉 罗马人所喜爱的神 有一项很显著的特点 就是对当地的基督徒产生极大的影响 就是当时的犹太人 通常是很有钱的 他们曾经捐出一万的塔兰通去美化这个城市 也都为他们建立了女神神庙 史米纳很特别憎恨基督徒的教会 因为很多人离开了犹太教 而信奉了基督宗教 所以基督徒受到迫害 背后也有这个原因 波利吉就是史米纳的主教 也都成为一个新道者 这位年老的主教 甚至警察都很尊重他 不想他死 所以警察都劝勉这个老人家 他说怕什么呢 你只是说一句 埃杀是主 那你就不用死了 有什么问题呢 但这个老主教坚定表明 只有基督才是主 我不会说埃杀是主的 于是他就去到经济场那里 接受死刑 在那里他听到天上的声音 对他说 坚强点 波利吉要像一个男子汉 对他说 这个主教他说 我服务了基督 服务了天主八十六年 他从来没有对我不住 为什么我在这个高灵上面 我就要涉足我的君王呢 接着他们用火烧它 作为一个威胁 主教说 这些火烧我的火 很快就消灭 但是将来 你们审判之后 地狱的火 有排都不消灭 你儘管烧我 这位主教 史玛纳的主教 为了信仰 他于事就 新道了 在史玛纳里面 成为基督徒 是相当不容易的事 难怪 但是写给史玛纳的信 是两封充满了 赞美的信当中 其中一封 接着说到 史玛纳在试连当中 这个试连 试连 考验 可以说 是包括三样东西 第一就是患难 英文是 affliction 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很重很重的东西 压在你上面 压到你 吐不吐气 这个就是患难 本身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环境的力量 企图将教会 是压出社会 不让你在社会上面 能够有蜡烛的余地 第二就是贫共 基督道 不是有钱的 通常他们都是来自 窮苦的人家 不单止窮 他们的家业 受到暴民的抢劫 攻击 所以做基督徒 已经是窮了 还要窮上加窮 第三样 就是下在监女的危险 我们不要以为 坐牢十年八年 就放出来 其实不是的 迫害 第一个原因 就是成为基督徒 是犯法的 所以政府有权 用任何的理由去摧毁你 坐在监女 坐在监女 不是指说 今天坐五年十年 回来 其实当时来说 坐牢 就是死亡的前奏 是死路一条 几乎是没有机会出到来的 所以当时面对的考验 是企图将你逐出社会 是企图将你所有的财产都剥夺了 还有坐牢 是几乎没得出来的 三样的考验 接着说到 史美纳患难的恩由 迫害教会的 可以说是犹太人 犹太人要剥夺了传教人的自由 在安提奥基亚 就有记载了 他们怎样去迫害那些传道的人 日王中途称 犹太人是撒旦的会堂 会堂的意思是指 那些人聚在一起 就叫做会堂先一个 而那些人聚在一起的 他们是想摧毁基督的会众 所以天主的会众 变成了撒旦的会众 经常有六种的毁绑 被人提出来 去迫害那些基督徒 我们留意到 这六种的无告 毁绑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 尼撒所用的羽耳 我们说领基督的体血 他们攻击的就是说 基督徒是吃人的肉 很残忍的 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第二样的无告就是这样 攻击我们尼撒所用的领基督的体 给基督徒的血 第二样呢 我们称尼撒是阿加皮 是一个爱餐 love feast 原意就是爱的共用 但是被人利用 就说人以基督徒的聚会 是淫乱 是不道德的燕乐 来说这个圣餐 是不道德的淫乱的聚会 第二样的无告 第三样呢 基督徒是令到人家庭分裂 干扰家庭关系的人 因为家庭里面有信基督徒的 有不信的 于是就家庭分裂了 第三个无告 他说基督徒就是二教徒 因为他们没有神像 外教人拜神 全部都有神像的 基督徒信的天主 是无形无障的 所以他反过来说 你们就是邪教 因为你们圣的神 没有神像的 第五样 就是告他们 是不忠的公民 因为他们不肯开口 说海撒是主 所以他们是不忠于罗马的 第六样的无告 就是他们煽动人 他们的预言 世界末日的时候 会有火海 就是说地狱的火 是永远不惜 消灭的那些坏人 他们说 这个是煽动 六样的无告 看到基督徒 没得走 深埋恶意的人 就是四处去散播这些谣言 他们毁谤教会 说基督徒 说基督的教会 是危险的宗教 他们很容易 以任何一点 就是治理于死的 除了基督徒 要面对这六种的无告之外 接着我们要讲 史未纳 基督的宣告 基督的明令 我们看到 斯米纳教会 的信 是以基督被赞扬 的两个名陷 来开始的 首先 基督说 他自己是alpha omega 是最先的 也是最后的 有两个意义 就是基督 是最先的 他也是最后 他也是最后的 附会基督 是永远要我们同在 他的力量 也是他的应许 永远跟我们一起 那我们怕什么呢 虽然有这么多的无告 基督也是 开始和结尾 都不会离开我们 但是 对 史未纳的外教人 就是一个警告 他们爱他们的城市 他们认为本身 是好过任何人 但是基督宣经 他自己是 开始也都结尾 就打低了人的骄傲 你不是最先 你也不是去到最尾的 基督说 他们曾经死过 而又复活 那这个经历 也都是给到 信他的人 一个很大的安慰 首先 基督曾经经历人生 最悲惨的一面 以为玩完了 但是 他结果复活了 所以这个 基督曾经经历最惨的一面 为我们 是灵修的基础 虽然经历这么悲惨 惨过我们任何人的经历 就是忠于 它是会胜的 供给给我们 学习得胜的生活 所以是一个要求 有一个命令 要我们忠于我们的信仰 结果才能够得到 基督所应许的 上报 基督应许的上报 就是 它不会规负任何人 必定会得到上报 第一个上报 是生命的冠冕 古时的人 很喜欢大皇冠 义教徒都很喜欢大皇冠 是代表着胜利 和中心 当他们入庙拜神的时候 他们都带了皇冠 所谓基督徒 答应给我们的 都是一个冠冕 我们要望远一点 不要看到目前我们带的是次官 将来我们带的是荣冠 基督答应 我们不会受第二次死亡的伤害 如何为之第二个死亡呢 有些经司都指出 恶人在另一个世界里面的死 是两个来源的 杀到错人 不认为有第二个死亡 死了就是死亡了 是关于虚募的 再没有其他事情 而杀到错人 不相信死后有复会 传统的犹太人 相信有两种的死亡 一种是肉身的死亡 是人人都要经历的 另一种是死亡之后 所受的审判 这个是第二种的死亡 这个跟我们 乐园的观念有关 乐园有些人称为 是必须经历的 中间的一个现象 就是有两种的死亡 一种是肉身上的死亡 是人无可能逃避的 第二个死亡 是精神上的死亡 就是审判之后 各人必定要经历的死亡 来世的事 每人能够说出细节 但一望 他有信心地说 忠心的人 不会受到第二次死亡的伤害 那到底第二个死亡是什么呢 就刚才所说 不单是肉身的死亡 而是死亡之后 审判之后 所经历的死亡 是第二次死亡 正如圣保禄 在罗马斯第八章 他说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亡 是生活 是现在 或者将来 都不能够使我们 和天主的爱 夹绝 这就是灵修 这个就是灵修 就是我们经常 与主相遇的效果 我们不会经历 第二个死亡 审判之后 要去的地方 我们不会 和基督的爱相隔 没有人能够 是令到我们 和主的爱 隔绝 如果我们有灵修 我们的生活 是经常与主相遇的话 大结构 就是与主 永远在一起 这个就是 来到基督 是第二封信 说完这些以后 他的应许 为我们的应许 是这一种形式的 想报 希望我们 細心点 默想一下 内容 或者我说得不清楚 天主圣神 去启祝你们 明白 刚才所说的